澳洲墨爾本居民近日抬頭見到這個奇怪現象 天空就穿了個大洞 有人以為是UFO留下 其實這叫做雨翻動的自然現象 邱家威介紹一下 不少在墨爾本一帶的人近日都見證過這個奇景 本來平靜的雲層不知為何穿了個大洞 洞入面甚至有一條彩虹 不少人都拍下這個奇觀擺上網 親身證實這些相片不是改圖 有人就認為是超自然現象 其實這種現象科學家叫做雨翻動 雖然比較罕見 但始終屬於自然現象 可以用現有的科學來解釋 氣象專家一般相信 雲層之所以出現雨翻動 是雲中的水滴發生超冷凍所造成 雲主要由水點集合而成 在一些極高的雲層 水點的溫度有時會低過攝氏零度 不過因為缺乏凝結的表面 令到水點無法開始結冰 大片水點依然保持液態 但溫度低過冰點的水始終不穩定 一有外來的干預就會打破平衡 例如只要有飛機經過 氣流就足以令到部分水點凝結成冰晶 之後就會引發連鎖效應 令到附近所有冰點以下的水瞬間結冰 最後大片的冰晶會一起下墜 留下的空洞就是雨翻動 過往其他地方都有出現過這個現象 有趣的是每次都會有人發揮想像力 將雲層穿洞看成飛碟痕跡 但今次澳洲的雨翻動 為何會有彩虹呢? 那是因為冰晶混雜了水氣 折射太陽光而成 所以這條彩虹反而可以證明 雨翻動是出自瞬間結冰的純天然結作 有線電視記者邐家威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